我是阿Kan 阿Kan是我 阿KanTV 在这里 哈喽大家好 我是阿Kan 欢迎回到阿KanTV 今天这支影片 是要开箱我手中的这个包裹 这个包裹呢 是最近我在Shopee呢 看到的一个蛮吸引我的东西 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soda maker 就是一个轻便型的soda maker 在家里呢 也可以轻松的制作这一种气泡的饮料 所以呢我就把它买回来了 话不多说 现在呢就把这个包裹呢 打开来给大家看 这一个呢就是soda maker 盒子里呢就是这个瓶子啦 这一个呢是它的 gas bomb 也就是所谓的气泡蛋 这一个呢就是它的瓶子 瓶子上呢有这个 water level 然后呢一些 instruction 也就是一些紫色 这一支呢就是它的气泡蛋 一支的气泡蛋呢 等于一瓶的这一个容量 一瓶的容量有多少呢 也等于三罐的这一个汽水哦 这支影片呢除了开箱这个soda maker之外 我也会另外的制作三种的饮料 就是尝试使用这个soda maker来做饮料 这三种饮料呢分别就是 Espresso咖啡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 Humkumkat 第三个呢就是这个 Ribina 话不多说 现在呢我们就来尝试 使用这个soda maker吧 就把餐吸变 第二个呢就是这四種的 只要安club any 是 这一杯就是刚刚所制作的气泡水 现在呢 我去喝一口看看它的味道如何 基本上这一杯的气泡水是没有味道的 它只是把这个gas打进去水里面而已 现在就来制作这三杯的饮料 这三杯呢 就是刚刚制作好的这个饮料啦 红色这一杯呢 是Ribina 中间这一杯呢 是Humgumgat 然后这一杯呢 是Espresso咖啡 我就先喝这一杯的Espresso咖啡 很特别 这个咖啡加入气泡呢 果然是不一样 感觉上它就升级了 就像在咖啡里面喝到的这个Soda Espresso一样 很特别 我还蛮喜欢的 现在呢 来喝这一杯带咸的Humgumgat 也很好喝 因为这个Humgumgat呢 是有这个冰糖的 所以喝起来呢 就咸咸酸酸甜甜的 而且加入了这个气泡水 感觉就像在喝汽水一样 这一杯红色的呢 是Ribina Ribina的味道呢 就Ribina咯 就是 就是这样子咯 今天这支影片呢 是要来开箱 这个Soda Maker和制作 这三杯的饮料 当然除了这三杯的饮料之外 你们也可以发挥你们的创意 制作其他的各种各样的饮料哦 所以今天这支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记得现在立刻去订阅 然后还要开启那个小铃铛哦 我们就下期见 拜拜